再来看看真的有点扫兴 不少人呢本来是预算好了 这春节要出国度假 但是竟然在航空公司 被航空公司给丢包在机场 昨天一早在桃园机场这边 就有34名的旅客 本来要到大阪过年的 但是到了现场才发现 明明有买机票 但是却因为电脑故障 上不了飞机 原来他们就怀疑了 是不是航空公司超卖机尾 这一切都没事了 但我们都有损失呢 我们该怎么拍呢 准备出国度假 却在桃园机场被丢包 旅客气得在柜台前大骂 原本开心要出国度假 现在全泡汤了 就大概11月那边就计划 然后订机位 而且刷卡都过了 一共34名旅客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 围着一大堆行李 不知道该怎么办 除夕这天晚上 他们预计会在大阪吃团圆饭 谁知道却变成只能在机场 苦等班机 里面有R 表示那个位置是我们reserve的 结果他现在我们reserve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让我们上去 今天也承认他们的人员出师 然后作业有问题 这架连价航空原定9号上午7点 从桃园飞大阪 却因为地勤人员的电脑当机 延迟登机作业 更扯的是飞机竟然不管旅客上机了没 就准时起飞 留下傻眼的34名旅客 机票买了那么贵的价钱 现在给我们弄得这么完整 我们买完买这一般的机票价钱 又我们那个时候的机票价钱又不一样了 尽管航空公司最后确定安排乘客 改搭下午5点20分的航班 但旅客还是既生气又无奈 计划好久的新春出国旅游 就这样受到掩误 也影响了出游的心情 今天新闻黄主华桃园报道